欢迎回到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宇周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涉嫌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三罪 经指定管辖 已经在7月25号 由山东省济南市检察院 向济南市中级法院提起了公诉 那么指控称呢 一度位高权重的被告人薄熙来 利用职务之便 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的财务 数额特别的巨大 贪污公款 数额也是特别巨大 滥用职权 只使国家和人民利益 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那么情节特别的严重 应该以受贿罪 贪污罪 滥用职权罪 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并且予以恕罪并罚 有分析说 起诉书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 就是领导层寒而微露的内容 起诉书呢 也没有提及薄熙来 曾经面临的一些最严重的指控 其中包括对妻子谷开来 谋杀因果商人海武德 负有一定的责任 那么回避对人民关天的重罪的指控 意味着什么呢 其中的内情有哪一些呢 这种中共几十年以来 最大的丑闻的政治影响如何呢 我们请各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 那么首先呢 我想请照例的这个 请空中的陈破空先生来回答一下 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说中共呢 在对薄熙来的这个控罪问题上的减轻了许多 其中尤其没有提到政治方面的问题 那么也没有提到他的这个妻子谷开来杀人的问题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薄熙来这个这次起诉啊 还是那四个字 权力斗争 权力斗争权力斗争还是权力斗争 从陈希同案到陈良宇案到薄熙来案 都没有偏离这四个字 因为实际上这不是一场法治 如果是法治的话 就不会异地审判 如果是法治的话 就不会让新闻媒体铺天开地的开动 来做政治引导舆论宣传 用舆论来干预司法 另外他也不是反腐 如果真正反腐的话 薄熙来的腐败那就很严重了 完全可以置他于死地 传闻中的六四亿不用提 他在大连在那个重庆所累累的这个行贿受惠 那是完全不止什么2000万500万 而且这次提到2000万500万 只是大连时代的一个企业 徐明那个企业的事情 大大减强他的罪行 另外关于滥用职权 实际上只锁定了他很小的事情 一个是在这个海武德案件上 他这个有对工作人员有干预 另一个是对王立军的工作调动 他没有跟公安部商量 实际上重大的滥用职权 就在于重庆唱红打黑 在打黑中滥用刑讯逼宫 滥用这个权力 然后用人质代替法治 用个人的政策代替司法 使很多民运企业家 这个家产被剥夺 而且做冤枉了 所以所有这一切 都为了减脱他的罪状 那中共高层为什么减脱他罪状呢 这是一个妥协 他不是怕波西来 而是怕波西来背后的群众 就是毛走派 和被波西来忽悠的那批支持他的群众 这个是中共高层所机会的 好的 谢谢陈先生 那么我想问问这个刘先生 说到刚才陈先生讲了 就是之所以要降低 对波西来的这处罚 不提一些关键的东西呢 就是害怕他身后这个群众 可能引起中国的这个动乱 那么您看的就是波西来本人 他具不具备一个 就是如果他没有遇到 在这么一个跟头的话 他具不具备一个 使中国在政治上发生分裂和动荡的 这么一个能量呢 好的 我觉得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 其实对波西来这样的人 恐怕没有太大的空间 让他继续这样子 或者称之为施展也好 或者让他胡搞也好 毕竟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于 可以一个人一手遮天下耳目的时代 但是这个事情 今天为什么看到他变成规模缩小 除了陈破空刚才讲 这种权力斗争 我想里面还有一些因素 因为这里面 把整个的中国的高层的 这些贪污腐败的 本来面目就给他都彰显出来了 所以把这个事情继续让他 且不要说怎么样扩大办理 你就把这些事情原原本本 都拿出来的话 对这些高层的形象恐怕也不好的 大家会想到 刚才一个说500万一个2000万 其实这个金额远远不止于此 大家就想到到时候 彭博当初讲的中国领导人多少 纽约时报当初讲的那些领导人的家族 所以这个对整个的高层来讲 恐怕不是件有利的事情 所以他们与其说是权力斗争 其实也不如说是缩小打击面 也不是保护现有的高层 好 谢谢刘先生 那么戴博先生您是不是有话说 还是因为我也看到一些 就是分析一讲 一方面就是中共希望淡化处理 薄熙来这个事情 以免他牵出更多的黑幕 让大家全部玩玩倒霉 那么另外一方面 中共也希望利用薄熙来这个事情 来为自己的所谓的反腐 打老虎 打苍蝇 这么一个口号进行一个宣传 那么目前中共对薄熙来 这样一个起诉的方法的话 他的这个分寸拿捏的怎么样 掌握的如何呢 这个分寸我估计他们会掌握的非常好 我觉得他们都是知道 他们有一定的宣传价值 就是可以说服所有的中国人 他们敢打那些老虎和藏蝇等等 可是时间也不要拉得太长 因为他们不要把那个中国的 所有的人民的那个注意力 转移到这个反腐问题 说服你 我习近平 我们新人可以处理这些问题 然后我们要再搞那个 对外那个开放啊 那个经济发展等等这些方面 在中国的这个国际形象 这个角度来讲 看美国的很多报纸 我觉得美国多数的那个读者 还有那个美国的决策者 他们的影响就是这个过程 像陈破空说的 从头到尾 是个政治过程 这个不是一个法律过程 也不是法治的问题 所有的他们的决定 是跟他们自己的那个政治的盘窜有关系的 先决定这么处理 然后顶罪 对 这个不信赖这个案子 我在我看来是这样子 那个 他确实是政治执政 但是呢 当局现在这个处理方式 就是要去政治化 尽量把它说成是一个刑事的案件 是个贪腐的案件 滥用职权的案件 这一方面呢 可以缩小它的这个负面的影响 缩小它负面的影响 第二呢 就是 至少给现在的执政者 给新近平政府啊 要让他加分 因为他要去反腐嘛 那正好把这个薄熙来当作反腐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大案 这样来抓 那如果你牵扯到政治就麻烦了 一个呢 就是刚刚这个破空提到的 这个薄熙来的背后 其实还是有蛮多的人的 他当初在这个重庆 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除了唱红打黑以外 他还有一些主张啊 比如说 他讲到要共同致富 他建了很多的这种 这个让这个普通老百姓 住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叫什么 经济使用房 这都是很得民心的事情 那如果今天你把它扯到政治上 扯得多了 或者把这个人们的思维啊 朝政治上引的话 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动乱 而且给现在的这个政府呢 带来负面的形象 我觉得这个案子的处理方式 他们基本上是去政治化 尽量揪它的这个形式的这个 这个这一点来做 好 谢谢张先生 那么下面我想问问这个 陈破空先生 那么讲到薄熙来这个事件呢 刚才我们也谈到 就是说张先生谈到说 他走的是这个群众 看起来表面上是一个群众性的 群众化的这个路线啊 比方说为大家谋名声 谋利益等等 还要这个所谓的像这个 杰富济贫这样的这个做法 那么从您的这个观点来看 这薄熙来 他呢给人感觉就是 他是走的这个毛的路线 唱红打黑 那么他的这个左行这样一个路线的话 他究竟是他新出自 发自内心的 他想走毛泽东路线的 还是一个表面的文章 他不过就是为了博取这个民心呢 对 不见得是发自内心的 因为这是由中共的政治生态所决定的 薄熙来犯了关键的一条 他触犯了一个禁律 就是说打破了中共高层的权力交接 中共的高层的权力阶级 是由小圈子界定的 由老人来划定新人的 老人说谁怎么组建一个班子 哪些人信得过 谁是接班人 谁是第一把手 谁是第二把手 是由政治老人来决定 说薄熙来被排除在这个筛选的过程之外 他心怀不满 他被从中央政治局发配到重庆地方官 他就已经非常不满 所以他心里面想挑战这个 这么一个顺序 这么一个那个权力格局 所以他看到了有一些空档 也就是说现在中共领导层的权威下降了 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常委并不是互相可以扳倒 因此他在重庆搞了一场唱哄打黑共赋 这么一场大的政治运动 他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树立名望 通过一个民粹主义的路线来叫板高层 也就是说看我的能力 看我的民众的影响 你们能够不让我进入政治局常委吗 不仅政治常委 而且他跟军队也有联系 他跟中共高层 比如说周永康他们也有联系 甚至如果说进入了常委 当了政法委书记 他的计划是推翻习近平 如果说他的如果不是王立军出事 如果不是那么一个偶然的事情 就人算不如天算的话 今天坐在审判席上的 不见得是薄熙来 如果薄熙来多了权 也可能坐在审判席上的 也许是习近平 因此这一套斗争 才是中共高层忌讳的心惊胆战的 说表面上用了什么反腐的 滥用之前的罪名来治理他 但是背后没有说出的原因很多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串党夺权 这才是他的弥天大罪 好 谢谢陈医生 那么下面我想再请教一下陈医生 就是薄熙来这个案子 现在这么以审判的话 是不是能够为这个案件 画上了一个句号 当然不会 因为这实际上是两派都不会服气 自由派觉得对薄熙来放过 是太轻松了 把他的腐败罪也放过了 把他的滥用职权罪放过了 关键是把一个政治路线也放过了 那就说重庆的唱红打黑了 还是正确的被肯定下来 薄熙来倒了 唱红打黑这条路线没倒 这自由派不会满意 同样 毛左派也不会满意 毛左派本来就认为 这是对薄熙来的一个栽赃 毛左派的说法就是 你们谁没有贪污 谁没有腐败 为什么把他拿出来办 就是因为他捣乱了你们的权力秩序 所以毛左派也不满 说是中共高层认为自己摆得很平 实际上摆得很不平 我觉得薄熙来的这个案件 远没有结束 如果一党专制保存下去 薄熙来还有可能翻案 因为现有的权力基础和政治体制 有利于毛左派的 毛左派是正宗 是符合宪法的 所以这一点对中共高层来说 是一个潜在的危险 好的 刘先生 我觉得这个事情 你说能不能画上据点 就算对薄熙来 本人的这个案子画上据点 古开来那也画了据点了 王立军也画了据点了 所以薄熙来也可能画上一个据点 但是对于整个的 中国的政治改革 对于整个中国的法治建设 他不但没有画上据点 反正让我们留下了更多的问号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薄熙来的事情到今天 我们没有看见中国官方 让薄熙来本人 或者是为他所辩护的人 能够得到同等的对待 来为他申诉 我们看到很多 像美国 我们上个礼拜讨论那么多 那个齐摩曼的案子 你可以听到齐摩曼自己的说法 可以听到对方的说法 你在一个真正的法治的基础上 是应该让 要实事求是的 让双方都能够 陈述自己的意见 在薄熙来这个案子 我们看见 中国离这样的一个法治 还是非常非常遥远的 好的 那么谢谢刘先生 下面我想问问戴博先生 就是薄熙来这个人呢 刚才陈伯宫先生也讲了 就是说他之所以 就是被从中央扁到了 这个重庆 其实就是在中央 他是不受待见的 为什么这个人 一开始就是不太受待见 那么人家似乎不太欢迎他 是怎么回事呢 我只能将他给我的印象 当然我也 我不认识他 他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他没有跟我讨论过这个事 可是我觉得他的很多 那个作风 其实是更像一个 美国的一个政治家 西方政客 有一点那个 对 很自我讨罪 很英军 他说话丰度 他知道怎么引起那些公众 对他的那些惹爱等等 所以中国就是有了一个说法 叫这个 强大出头鸟 他就是那出头鸟 他是像一个西方的一个政客 而不像一个很年轻的一个 中共的 像那个胡锦涛 就是比较比较木讷 他不是靠他自己的魅力 可是那个 不管你觉得薄熙来 多么的腐败 我觉得你不得不承认 他是一个能干的政治家 他是有这个个人的魅力 很可能是跟这些有关 因为这个 在这个邓小平之后 中国这个高层 已经没有强人 大家基本上信奉的一个原则 就是排排坐吃果果 坐在那里 该你吃什么 你吃什么 那薄熙来恰恰在这一点上 他没有这么做 他试试想表现自己 试试想这个 就是他有想法 有目的 而且这个也有一定的能力 有自我 去这个推这个事情 确实像 有点像美国的这个政客 这个去做 但是在中国的政坛 在现在这种情形下 这种做法 是这个让人 这个没有办法接受的 这也是我想 这也是他 这个从北京 被这个放到 重庆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原因 不过他到了重庆 他并没有吸取教训 他继续做 而且做的更 这个规模更大 刚刚普洪讲的对的 如果不是因为一个 王立军这个偶然的事件 我们今天真的不知道 中国这个政坛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 那么徐柏黄先生 我甚至在想 就是说如果是 薄熙来他没有 因为这个偶然的事件 垮台的话 那么他进入 这个比方进入到 更高层常委之后 他这个人 有没有可能 引发中国的 这个政治上的改革 我想薄熙来 如果没有 王立军事件 他进常委 几乎是盖不住的 因为政治老人中 比如说江泽民 跟胡锦涛有斗争 互相都会交叉利用 江泽民会利用薄熙来 胡锦涛也会利用薄熙来 同样他们也会利用习近平 因此拿薄熙来跟习近平去平衡 这可能是胡江斗争的一个结果 因此他如果进入常委之后 他会有政法委 那么根据他的野心勃勃 和他对军队的深入 应该说他的那种 篡党多权的步骤 不会停止 不会停止的话 引发中共的进一步分裂 那么现在由于薄熙来案 中共已经分裂了 就已经分裂成 不仅是民间 有不同的支持 在高层也有不同的支持 这就是薄熙来被重庆发落的原因 但是如果薄熙来没有下台 高层的分裂当然会表面化 这种表面化 就有意图的权力斗争 会不会带来一个 就是说无意图的民主结果 这是有可能的 刚才戴伯讲 说他的作风更适合民主社会 实际上这双方 都应该走民主化道路 才能够实际上自己 如果薄熙来真要走民粹路线 得到民众的拥护 进而成功的话 他应该吹动中国民主化 可惜他走了一条相反的路 去搞人质 搞毛泽东那一套 那么同样 如果习近平李克强 要把薄熙来这个路线 清算到底 把它打下去的话 也只有走民主化改革的道路 可惜他们也不走到底 他们也是在维护权力 这样的话 在我就说了一党制的情况下 毛走派更有生存空间 那么将来习近平 那个薄熙来在党内 翻身的可能性更大 如果要让薄熙来不翻身 习近平必须再跨一步 就跨出党外 寻求民间的支持 寻求自由派的支持 跟国际社会接轨 用普世价值来压倒 所谓的长红打黑 历史性的这些假设 如果没有打那个朝鲜战争 后来会有什么罚假 或者如果那个薄熙来 没有王立军的时间 如果他还是做那个 那个常委等等 这个是个非常好玩的游戏 可是只不过是 是一个游戏 而且这些历史性的假设 总是有一定的那个 有点荒谬我觉得 挺好玩 可是这些我们都是不知道的 到了我觉得这个 陈破红刚才讲了一个 很重要的观点 那就是你如果你真心是 希望是所谓的这个 从对于这个薄熙来的审理 能够来强调你自己的 这个反腐 强调你这个国家 要走向这个现代化 那你就必须要 更跨出去这一步 那就是如果你仍然是 维持这个一党专政的话 你仍然是在维持 既得利益的着眼点之下 来处理薄熙来的案子的话 那么就长远来讲 其实意义不大 那么在这个 党内高层的斗争上 我们在看这个中国历史上 这样的例子 不知道有多少 他们究竟有多大程度 后来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或者薄熙来也只是 再一次的重演了 其实这是让值得大家深思的 好的 那么时间不多 有关薄熙来控罪的话题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 斯诺登泄密案 那么美俄斗法 美国底线是不是出现了大触礁 请您不要走开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